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王一博一起演军人题材电影,你觉得会不会超然超帅? 肖战王一博两个人今天一起上了热搜。 本来是八杆子打步着的人今天到了一起,就是两个帅哥的敬礼对比图。 肖战的敬礼图是来自王牌部队里的剧照。 而王一博的敬礼图是来自本周五4月28日要上映的新电影《长空之王》的剧照。 有网友戏称,都是扮演的军人,有啥好区别的? 区别就是一个扮演陆军一个扮演空军,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句话说的在里,都是军人。 如果让肖战和王一博一起演一个军人题材的电影,会是啥样子的呢? 会不会很火爆呢? 还是说也就那样。 肖战演陆军,王一博演空军。 然后来一次演习或者两人配合一直对外。 这样的题材也是我们需要的。 多军中联动,我想这样的电影题材应该不错。 肖战的当代军旅片王牌部队,是由肖战、黄景瑜、钟楚西领衔主演。 李右斌、毛林林特别出演,何正军、张志坚、白露、成玉、杜元、张绍刚、秦佩、史兰牙等特邀出演的当代军旅剧。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一群年轻的战士历经魔力,奋进前行。 最终成长为军中王牌的故事。 当时王牌部队这部剧非常火爆,两大帅哥加盟,而且演技都很不错。 一个能文能武,一个幽默搞笑,两个搭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部剧当时小编一直追,感觉看着军旅剧都是热血沸腾。 那种保家卫国,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真的能感染到我们。 而王一博的新电影《长空之王》该电影主要讲述了雷宇、王一博饰演等飞行。 原经过严苛选拔后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 他们在队长张挺胡军饰演的带领下参与到尖端新式战斗机的试飞工作中。 他们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成长的故事。 这部电影通过题材来看,应该会很不错,毕竟这种战机题材的不多见。 而且又有王一博、胡军和周冬宇等加盟。 应该票房会不错。 预祝这部电影票房大卖。 今天看了热搜很多评论,好多说对方的不是,说买票房等问题,小编想说的是。 要不他们俩来一个题材电影,说不定会大卖,这样就粉丝就不会有冲突了。 我想那时候大家都会一起为了电影大卖而一起宣传,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有有觉得王一博和肖战会一起演电影吗? 最近肖战在演话剧《如梦之梦》。 肖战也在慢慢地突破自己,慢慢地在尝试不同角色。 而王一博也是在挑战自己。 最近一直有新电影出来《长空之王热烈》等。 希望他俩一起能合作一个电影,期待。 我们下期见。